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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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雙手各自套上十三個各重一磅的金屬環 武器上來, 雄雲有力 你要練練得自己硬淨 那你跟人對打一次就不會受傷 沒錯, 三十年來, 他也是大俠 他是敵龍 我楚留香一向不會失約的 燕南飛, 快把面具拿下來 敵龍, 原名譚富榮 1946年出生 600年考入邵氏公司南角演員訓練班 從此奠定了他影壇武俠巨星的地位 當時我也是影迷 是嗎 是, 我很喜歡看邵氏公司 就是黃宇大哥的電影 就是所有動作片, 一定看 就是小時候很喜歡看動作片 模仿他, 很羨慕他 很羨慕他 日後工作, 晚上去健身房 還有學功夫 很想有機會做明星 就是發明星夢 真是黃天不負有心人 等到一個機會, 看了報紙 招考年輕演員, 很開心 一畢業就做主角了 不是, 也做過Carrie Fair 是, 最初拍過一部電影 叫做黃宇主角 我出來有兩三個鏡頭 死了 但是你不是很開心 看到你自己的偶像 我還記得他的對白 念了一千次, 也有以上 那對白很短的 那個女主角林家 在溪邊那裡 我好像做大俠, 整個白衣服 有露胸 這位小姐, 快回去 這不是你來的地方 只是這句國語 你知不知道抱著 小女兒叫林珊珊 剛剛出生沒多久 對, 我剛好在我姐姐裡住 抱著她 這位小姐, 好像 她現在也懂得念 對嗎?因為太入腦了 知道嗎? 我怕做得不好 但是讀了, 她也再配音 重新再配音 覺得你的國語很一般 那倒是 天不怕, 地不怕 最怕廣夫人說官話 迪龍入肇事, 犧牲了一份高薪厚職 當時老闆姐姐的何冠昌 就對她這麼說 她說, 現在你做了什麼 我告訴她, 我現在做一個設計師 我說收入也很好 算佣金是二千元 當時的年輕人很好 他說現在你做這件事 跟我們這件事不同 我們現在是藝術 藝術可以變成一個終身職業 我從來沒聽過 原來可以做一件事 變成終身職業 當堂好像吃了迷湯 灌了迷湯 但之前你已經發明星夢了 發明星夢, 但現在還可以終身 是真的 這個陳家龍 書劍… 書劍恩仇, 陳家龍 書劍恩仇, 陳家龍 這個就是練兵春嗎 對, 叫做… 那個替光頭 迪龍滿屋都是劇照 滿身都是傷痕 當年迪龍, 李小龍和盛龍 更加被稱為功夫片三條龍 這個呢 全身都有受傷 哪個受傷 這些是聯針 這些聯針, 甩膠 印帶和頸骨都有受傷 因為拍攝動作片 有清裝, 有紋初 到後期拍拳擊 即是實戰地打 你自己不硬朗 自己會受傷 但這麼辛苦 或者見到這樣的場面 其實沒有想過不做呢 是這樣的 當年的邵氏公司 就是想法制度都很好 好像我們工作人那麼多 還有買附也那麼好 我們那時候叫做方小姐 他私人也有獎勵、私人性 給我們郵貨 還有津貼 還有花紅 有多少, 當年 當年也很厲害 已經買了一層樓 努力除了為迪龍大哥 帶來豐厚的收入之外 也有無形的籌報 1973年 迪龍大哥作出暫身的嘗試 一改做大俠的戲路 在電影《刺馬》首次演繹反派角色 還憑著這部電影 奪得第十一屆金馬獎 優秀演技特別獎 老三, 你跟我作慣 等我入軍機 這輛江總督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刺馬每個人都不願做壞人 那時候每個男生都爭做好人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轉絕點、轉類點 你是自戰還是… 我自戰的… 那時候導演說誰嘗試做這個角色 我是我 但你那時候的形象這麼深入 你怎麼去游說到別人 讓你做奸角呢 也要出貓的, 求求, 求求 導演你知道 以前的導演很有權威 我們不敢多說 但是用誠意打動他 擔任過反派角色之外 迪龍大哥原來也做過文藝片 傾國傾城的光水王 迪龍的扮相夠文質奔奔 他只是一個藝人 但是跟我是朋友 找了他 你們有合作過嗎? 有, 我在台灣跟他合作過 我宣傳十三泰寶 對… 有一次我宣傳十三泰寶 我看到這個女孩子很活潑、很漂亮 托朋友介紹的 是一見鍾情的嗎? 是, 不知道怎麼說 好像脫不住 那這個就是… 後來又遇見, 遇見又遇見 原來他也是演電影的 大家經過交流 上家吃飯 吃完飯就喜歡吃飯 就是這樣 結婚二十八載, 依然非常恩愛 曾經合作過的電影非常多 而且多數都是演情侶 其實你們拍攝這麼多 那時候又年輕了 是 會不會好像有些感情擦出? 我覺得他太漂亮了 而且我們只可以遠觀 我們工作就可以了 想也不敢 人家當時已經拿鞭士 鞭炮上班了 還有追逐在群下的 那些全部都是香港首富 我們作為一個明星 怎麼敢有這個? 不敢的 你合作了這麼多個女生 有沒有真的有些氣假情真? 還有你們住宿舍 會不會近水流台呢? 是… 工作時間太長了 有了 沒有什麼機會去發展情侶 有的? 當時也有幾位年輕的女演員 我們因為… 或者叫子彤道俠 他喜歡坐我的電單車 有時候我們出去游泳 出去看電影 對, 也有 但現在人家已經有良好的歸宿 我們不要再提這些 這些都是明日黃花 一代大俠 說起昔日情史 竟然有點尷尬 不過回想當年 一切都是美好的回憶 好像迪龍位於清水灣的別墅 當年是為了方便上班而買的 離開兆市之後 一直都沒有打算搬走 感情歷久上身 我覺得這個關係 沒有離開過 因為大家都有良好的關係 所以可以讓我安居樂業 還有外面大家對我都很在乎 和很尊重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如果那個環境不變 我和邵氏的關係也保持良好 隨時我會歸隊 隨時會樂意 在銀幕上也好 在電視上也好 去再組織